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0050跟0056各定期订额100万的绩效分享 想不到呢 0056的投报率高达了40%哦 哈喽我是虚妮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我定期订额0050跟0056各100万的投报分享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我这200万定期订额的成果 我们这支影片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这个定期订额的投报分享 主要是想要让大家当成一个参考 那今天拍摄日期是3月5号 首先在0050的部分呢 我是从2020年开始定期订额的 目前的库存大概是8.7张 付出的成本是1016640元 目前的成本均价是116.5元 而现价则是148.15元 目前的投报呢 不含息的话是18.02% 而含息呢则是27.35% 在于库存损益的部分 如果不含息的话呢 是19万7715元 而如果说是含息的话呢 则是27万的8073元 最低买入股价是77.05元 是在109年4月6号的时候购买 而最高买入股价呢则是140.48元 则是在113年2月19号的时候 接着下一档呢则是0.56啦 一样是从2020年开始定期订额 库存股数呢是31721股 大概是31.7张 付出的成本呢是83万7286元 成本均价呢是26.4元 目前的限价则是38.16元 不含息的投报率是22.8% 含息投报则是44.23% 在一部含息的库存损益是22.422元 而含息的库存损益则是37.306元 最低的买入股价呢是24.41元 是在109年3月16号的时候购买 而最高买入股价呢则是37.64元 是在113年2月26号的时候购买 以上这两个啊就是我目前投资0050跟0056 定期订额各100万的成购分享啦 目前我自己的比例分配啊则622法则 60%投资20%储蓄20%生活开销 主要是因为啊在储蓄的部分 手上已经有足够的现金包含紧急预备金 以及预游的一些缓冲现金 所以啊会尽量有多一点的额度啊在投资上面 而在生活开销的部分是因为平常花钱真的比较少 如果说今天要出国的话呢则是会动用到旅游基金的账户 那投资的部分呢90%都是定期订额 而10%呢则是会用来个股操作 老实说定期订额真的是让我可以很安心睡觉的投资方式 所以每次当很多朋友问我投资新手该怎么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先建议他从定期订额开始试试看水温 先设定一个啊不会影响到生活的金额开始尝试投资 如果说你也想要尝试定期订额 或者是啊很喜欢定期订额这种投资策略的话呢 推荐给大家本期影片的干节 原付正确好户投 曾达非常推荐这款APP 因为页面很亲民最低1000元就可以开始投资 可以设定定期订额或者是定期订股 他有业界最完整的存股标的 包含了所有的个股以及ETF 所以啊你不需要开立很多的证券户 你只要有一个原付证券的好付投呢 就可以投资任何你想要投资的标的 而且呢他是每天都可以设定扩款的日期 所有上市上贵的股票啊或者是ETF都是可以存的 让你用一个账户啊就可以轻松开始存股 如果你今天是投资新手也没有关系 在APP里面存财富的下面有四大懒人包 包含了小资同版股 快速填锡股 还有呢稳健成长股 以及呢高股息定存股 让你用更快的方式啊去筛选 适合自己投资个性的股票 我自己啊真的还蛮喜欢好付投的版面设计 让投资啊不再实际层层反而有一种时尚的感觉 不管是在指数或者是功能的选单上面啊 都有狠心的感觉 像是啊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去思考 我这边还实际带大家走一次存股的流程 你知道这个手艺啊接着在于存财富的部分 选择自己想要的标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利用搜选的方式 那接着呢按下存股 在最下面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委托的金额 每月的交易日 还有呢委托的价格 按下存股之后这个定期定额就算是完成了 原付证券的存股啊很弹性 像是啊他可以自由去选择交易日 就算你今天想要天天存呢也可以 委托的价格啊也有三个委托的时间可以进行选择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存0.56 按下存股之后呢 你就可以输入啊委托的金额 假每月的交易日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啊就可以轻松存股啦 原付证券在操作上面相对说比较直居 也可以利用APP就完成存股的功能 搭配的交割货啊也很多数位账户啊 也可以开户 如果你最近在寻找一个证券户的话 原付好付头就推荐给你们吧 最后呢想问看大家你有在使用定期定额吗 一已经定期定额很久了 二刚投资的新手 三还没开始 是其他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呢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呢不要买喜欢 或订阅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 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更多生活动态都欢迎 FollowInstagram或生产粉丁 你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更多精密 有两个朋友虚拟文 下次见哦拜托 其实我不知不觉呢 0056跟0050就定期定额默默来到各一百万 老实说我自己觉得蛮讶异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久以前有拍过一支影片 就是让我自己后悔的那种投资方式 就是我去买生技股嘛 那我那时候真的很后悔 那一支影片出来还被大家骂 就我其实每次在分享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单纯是我自己操作过 然后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如何想要跟你分享 像是我之前生技股的时候也是 我自己就觉得 那时候可能太想赚快钱 所以我去投资生技股 但是那个上上下下的心情让我觉得睡不着觉 或者是 让我觉得有点痛苦 所以呢我其实到后期都是定期定额居多 那当然后面呢就会有一些闲钱来想说 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个股的操作 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那当然每个人在于投资的部分 会依照自己的收入状况 以及自己的资产配置而进行调配 所以不见得说 别人已经讲说哪个标的好 你就一定要去选择什么标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ETF推出真的太多了 就是任何的券商都想要推出 ETF来去吸引大家去 申购去购买 所以你会觉得 怎么每隔几个月 就会有很多新的ETF出现 如雨后春损 ETF感觉都快要比个股还多 那你就会想说 那我现在到底还要 要不要继续0050056 或是我现在原有的标定 你很容易被带着跑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大家在投资的部分 在投资前你要先思考一下 自己的投资个性 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长期持有呢 还是我单纯就只是想要 领个鼓励 赚个短线等等 这些我觉得大家都要先思考 在进场投资才不会 想说我为什么马上下跌了 然后现在跌了我到底要加码还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先设定一个长期的投资目标 然后记得再去选投资工具 相对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